這部分,雖然前面兩種方法,其實還是算簡單 可是,還是不夠簡單,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工作最好,每次還要再想一下 如果用REP,有一些人想更久,用TEST稍微簡單一點點 那有沒有更快的方法,當然有,後面要講的 可能就要再進入到VBA的領域 所以再來,我也希望在旁邊 再加個按鈕,也許最好是怎麼樣? 按下去,自動全部幫我做完 那是最好的一件事 那有沒有辦法,我按給各位看一下 按下去,有沒有發現,全部就輸入了 這樣就最快,完全不用動腦筋吧 還要想到函數,還要串一堆東西 這怎麼做的,另外底下有個清除 清除按下去,又重來了 所以如果你有些新的資料,放過來,按下去 自動就幫你完成,那是最好的 OK,所以第一個,那VBA應該怎麼呈現 其實不外乎就是這樣,就是說,你可以做出按鈕來 對不對,不過有的同學會說 老師我可能不是要這樣子,我希望我可以在插入函數裡面 幫我產生一個函數,是針對這個事情 我要的這個需求,去產生那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因為很多同學會問說,老師有沒有什麼函數 可以解決什麼問題,通常是沒有 沒有的話怎麼辦,要自己寫 那自己寫的那個函數,就是自訂函數啦 那如果裡面有的,那就內建函數 內建函數,其實大部分都是固定那些東西 那如果沒有怎麼辦,你就要自己寫 那我寫數一下,這個是第一種VBA,按按鈕 它是一個叫做程序,sub,程序,sub OK,那另外第二個是function function其實就是函數嘛 插入函數裡面呢,就有這些類別 那我們其實就是把五個比較重要的類別 把它挑出來做成範例,跟各位做講解 那其他都一樣嘛 你們該學的不是說學怎麼背那個函數使用 而是它是固定方法 反正它這個函數就是你給它什麼東西 它給你什麼結果啦 那它該給什麼,你就給它正確的 它就會給你正確的結果出來 那同理可證,我們也可以自己寫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我給它什麼 它會丟回來給我東西,放在那個什麼 放在我要的地方 那我該給它什麼 其實我該給它的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的 那它該給我什麼 正確的結果 放在手機號碼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有點互動式的 它會問你跟你要的東西 那要完東西它幫你處理完 又丟回來給你 你的 游標的位置 那我做一次可以看 如果說我今天要制定一個函數 這邊可以使用者制定 有沒有 不過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完全沒寫過VBA的話 這個使用者制定這個類別是不會出現的 如果你有寫的話 它才會出現 那我寫了兩個 一個是手機 也許這個制定函數名稱就叫手機 那你不見得一定要叫手機 這個名稱自己取了 然後按確定 它會跳出來 請你給我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 第二個東西 第三個東西 有沒有發現 下面結果就出來了 按確定 做完了 點兩下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 是 本來沒有的 你要寫 這個是VBA的第二種方式 就是所謂的制定函數 這個是第一種方式 按按鈕 第二種方式 那哪一種方式比較OK呢 那就看你自己 就見招拆招嘛 反正你覺得方便快速解決 那就用那個方法 那這兩種方式怎麼做出來的 我會等一下會教各位 怎麼做 其實沒有幾個東西 行數都三行而已 三行就搞定了 其實也不要背了 你就要觀念清楚 那將來也許 你那個程式暫時不熟沒關係 可以先複製貼上 然後改一改 以後盡可能的 慢慢慢慢越來越熟 你就不用背了 因為你已經打熟了 那怎麼做 還有 第二個就是說 手機這個制定函數部分的話 也許 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要選一個兩個三個太麻煩了 可不可以這樣子選一下就好了 選一下 那這樣更快有沒有 所以後來同學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可不可以變更 後來講可以耶 沒問題 手機範圍 有沒有 手機是要選三個 一二三 那手機範圍意思是說 少一個範圍給我吧 確定 所以它一個格子 你就少三個範圍給它 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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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確定